而被害成姓女子的母亲 现在也悲痛 想到了社会局当时有建议她女儿搬家 而且替女儿来搬转学 就是避免她的女婿出狱之后 再次上门骚扰 但是她也问了 难道搬家真的有用吗 最后虽然说是同意 将这两名幼女改了名字 没有想到 还是没有办法阻止悲剧发生 照片中成姓女子抱着两个女儿 母女三人笑得好开心 看得出真的好疼女儿 点开脸书也一样 每张照片都是三个人的甜美笑容 两年前发生前夫卢走两个女儿后 没想到这一次变本加厉 次死前妻卢走六岁女儿 家人不敢置信 盒子哭出来 那个屁屁错 小的妹妹现在知道状况吗 还不知道 她只会说妈妈 死者爸妈已经哭到没有眼泪 原本在越南旅游 听到二号赶紧回国处理后事 十七号家属一起到现场招魂 戴着外套被阿姨抱着的 就是死者的四岁女儿 茫然失措 家属说死者离婚之后 全心全意照顾孩子 就算没有爸爸在身边 妈妈天天接送上下课 一家人经常出游 都是她在接送 平常在团 都去送过来 因为本来是月底要去金门跟澳门 妈妈尽心照顾 这是姐姐天真无邪 画的黄色小鸭跟糖果 妈妈随时在联络部跟老师沟通 母子三人跟亲戚住在大楼房里 房间刚粉刷黄色油漆 女头刚买的小鞋还放在门口 墙上挂着母女开心合照 有邻居曾看到前夫在附近游荡 因此还提醒他们 家庄监视器预防 17号家属招魂 意思死者放不下两个女儿 招魂一度没有结果 两年来死者摆脱前夫梦魇 拼命保护女儿 原本平静的生活 因为前夫埋伏刺杀 如今成性女子死亡 六岁女童昏迷不醒 唯独留下四岁小女儿 一戏之间失去最爱的妈妈 姐姐命在旦夕 无助的身影 让人鼻酸 记者林正英刚梦 柔个小报道 Salut 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